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伦敦人记忆犹新 第二个是中俄在美国911纪念日这一天展开联合军演 那么这把剑究竟是指向何方 第三个呢是伦敦脱欧困难重重 但是有一件事情它真的不是玩笑 那就是伦敦这里的金子银行将严重缺货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话题 那么今年是 美国投资银行美曼兄弟宣布破产 那么引发自这个经济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 届满十周年的日子 这场风暴在十年前给欧洲 尤其是欧洲的首要金融重镇 伦敦这里的金融城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十年过去了 人们并没有忘记当时的情景 今天的市局和当时是非常的不一样 无论是美欧关系或者是欧盟 还有欧盟这边英国脱欧的这样的情形 都是十年前我们没有料想到的变化 那么还有呢 他其实并没有经济的方式 次的金融风暴或者金融危机当中 那么布朗其实他在离开伦敦 唐宁街的首相府之后呢 他就回到了苏格兰的老家 平常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会多说话的一位前领袖 常常是保持非常低调的一个状态 他跳出来说话 那么其实是引起大家非常注意的一个倾听 这当中呢 我们听到了布朗他是说 他觉得过去十年来 这个各国的政府并没有真正的能够解决 当初爆发金融海啸的根源问题 这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法令的修正 还有包括去落实惩罚 这个不守法的银行跟投机份子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世界各国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的去建立一个 预警的机制等等在内 那么他此外呢 他还指出了一个真正令人担心的一个现状 那就是他说了 我觉得他是点中的要点 他说目前呢 全球是处于一个群龙无首的状态 而且是正在布鲁一个脆弱的时机 那么换句话说呢 他觉得现在大家就像是昏昏蹲蹲的 像是在梦游一样 不知不觉的 大家一起集体将走入一场危机当中 布朗他确实是在这个时候会说话 我相信他是很担心目前的情况 因为十年前雷门兄弟破产的时候呢 当时我是在第一线上采访 我记得很清楚的时候 那个消息传来是在周末的时候 当时呢 这里的相关人士 核心相关人士 收到的讯息是 美国的美联储 已经决定要放弃 雷门兄弟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那么当时通常我们知道 欧洲人啊 包括英国人在内 他们是很重视周末的 可是当时大家是丢下了首边的工作 那么就是都进了城去召开这个临时的紧急会议 相关的核心人士 但是他们发觉 那是一个很沮丧的效果 因为整个大事已经很难回转了 所以这个消息当初传来的时候 对很多人来讲 就像是五雷轰顶 我记得在那个的之后呢 原本我们看到在仁敦金融层上班 捧着所谓的金饭碗的一些人 他们是收拾了他们办公桌的东西以后呢 是抱着一个纸盒子出来 是垂头唱气的 从一个很豪华 很气派 当时可能很多人都很羡慕的大办公大楼里面走出来 而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的是布朗 当时他是担任英国的首相 那么他在接下来的48个小时里面 他做了一些新的措施 而且很迅速很快速的措施 而这个措施包括 他就宣布政府 抑注了5000亿的英镑 那么目的是在拯救银行 他觉得银行是不能够让他倒闭的 这里的银行如果造成大家去 就是急着去领钱或什么的话 接下来那种社会跟人心的动荡 是将难以 难以这个收拾的一个后果 所以英国在那个时候 在布朗政府下 他也成为第一个就是用这个政府 或者纳税人的方式来拯救银行 那么此外呢 他当时呢 还联合了欧洲各国的领袖 包括法国的这些国家的领袖 来密切的磋商 怎么样来稳住欧洲的情势 还有呢 就是世界的一个金融创创 所以他这样的一连串的做法 在当时可以说 有人称他是这个 这个我记得是闪电侠布朗 还有就是超人布朗 当然我们也记得 这个布朗他是经济学者出生的 曾经在前首相 在他之前的布莱尔首相之前 布莱尔担任首相的时候 布莱尔政府里面 曾经当任过 非常98年8年左右的 这个英国的财项 所以他是非常了解 经济的一个状况跟局势 那么布朗当时的做法呢 令美国的这个 这个经济学家 鲍罗克鲁曼 也是公开称赞他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想要说的是 今天这也是为什么 给了这样的一个背景 主要就是说今天布朗 他在这个时候 跳出来说话 所以他的话 是很有分量的 不过呢 布朗在那个时候 他也说了 甚至到今天 他都说 他说他并不是什么 救世英雄 或者是稳住了 这个世界的 军容局势 在他看来 当时最重要的是 他认为是因为 国际合作 来共同度过危机 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他就说了 他说在今天 这种国际的协力合作 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因为呢 各国越来越在 这个保护主义下呢 十年前相互帮助 这种来大家来协力 度过金融海啸的 这样的情形 今天可怕是很不容易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中美欧美的贸易战之外呢 还有在气候变迁这件事情上 美国是退出了 那个协议 阿里协议 那么当然美国还退出了 伊朗的核协议 所以在今天看来 各国的其实存在的是 一个保护主义 跟一个孤立主义 所以甚至于是一个分裂主义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 布朗认为未来 如果真的发生了 重大的危机 那么彼此可能只会相互指责 而忘记了 没有一个单一的国家 能够应付这个经济的大崩溃 所以在雷曼兄弟 破产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其实是一个 可能在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下 可能带来的另外一次金融危机 所以这样的一个警告和危机 意识其实不是虚构或者幻想 而是有所本的 我想这个是蛮值得警惕的一个地方 那么也是一件可能会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接下来我想再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了911 美国911纪念日这一天呢 那么俄罗斯和中国呢 是展开了冷战以来最大的一次 联合军事演习 东方2018 那么这也是中方在近年来 或者是最近派出的最大的一次 参加最大的一次境外的一个军演 我想从欧洲的角度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中俄间并不是没有 联合军演的潜力 那么这个当中除了有反恐 因为我们知道中俄之间有很长的一个边境 所以这当中除了有反恐的经验之外呢 我记得很清楚 那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 中俄曾经在欧洲的大门口 也就是地中海 南欧的地中海区 有过一次军事演习 那么当时呢 中方是再三强调 就说这只是一个例行性的合作军事演习 规模很小 它不抑制着任何的国家或者是区域 可是在欧洲呢 当时却不是这么看的 因为中国和俄国 其实在欧洲看来 其实是两个东方国家 那么这两个国家呢 在联合起来进入欧洲区域的 南欧的地中海海域来举行演习 对欧洲国家来讲 它不是一个规模的大小的问题 而是一个凸显了中俄两国 在这个区域内的一个发展 一个新的战略的一个策略 或者战略的一个升级合作的一个发展 那么这包括了就是说莫斯科和北京 或许正在改善某种关系 或者是某种战略关系的提升 那么这当然同时反映了 从这个克里米亚半岛被俄国侵占 那么接着这个乌克兰危机 以来欧美对俄国的制裁 那么以及这个欧洲和俄国之间的冷战关系 就是说那种很冷 不是冷回到冷战 而是之间的那种几乎是冷战时期的一个关系 就是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往来 那么还有就是当然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北约也是在欧洲扩军 一直往前扩 那么从波兰到波海 这个也让俄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这个两个东西呢 在欧洲看来是俄国转向中国寻求友好关系 那么中国显然也有回应 那么这是欧洲比较关切的 而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了中国参加俄国的大规模军演 那么又刚好是在这个中美贸易战 芳心卫埃 以及北约呢 在波兰 还有在挪威 正好先后举行这个军事演习 的前后 所以这个时机和军演的方式 那包括俄国出动了大量的先进武器 还有军演的方式 如果我们注意到的话 它是一个几乎是国与国之间的一个模拟演习方式 所以在这样的欧洲看来 这都是一个现代化战争的一个模拟的军事演习 所以那么这把剑 中俄这把剑到底是指的是哪里 是美国吗 是欧洲吗 所以中俄中国在这个时候积极的参与 就不免令人格外的关切 那么我们看到了北约和美国都表示了 会注意这次的军演 当然这只是台面上的说法 那么有分析人士说 军演传递出来的讯息 可能是中俄关系的升级 战略关系的升级 那么俄国要表现的是说 中俄是盟友 美国是敌人 我想这是太简单 太简单的二分法了 那么我们也听到了 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 他认为中国和俄国之间 是不可能会是成为战略 或者是战略的盟友 因为他觉得最终每个国家 还是要自己的利益来衡量 要怎么来处理 尤其是在战略问题上面 我想马蒂斯 他是说的是 确实是比较中肯的 当然每个国家都是根据 自己的利益来行动 这是不变的法则跟事实 不过在欧洲这里 因为目睹了中俄在战略上的升级合作 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美国的川普政府 他还不时的在扯这个北约的后腿 如果我们记得的话 他是反复的一下说 北约是过时的产物 然后又说北约 欧洲的很多北约国家 没有付应付的军事费用 所以这也让欧洲国家觉得很不安 有一个现象或者一个事实 我想已经逐渐浮出台面上的 那个就是欧洲国家 或者欧洲这里 近年来对于北约 就是说北约的未来 到底会怎么样感到越来越不清楚 那我们还要记得 就是北约其实是美国 在二战之后领导的一个组织 所以在这个时候 在欧洲国家认为 其实可能北约在美国的领导下 已经不再是那么稳定了 那么所以呢 欧洲这里有关就是欧盟建军 这样子的一个声浪 是越来越高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他不单只是一个在 大家在台面上商议的一个话题 在去年的德国的国防白皮书里面 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是说德国的国防白皮书里面 其实已经把主张或者支持 这个欧盟建军这件事情列入 那么其实法国的立场是不反对 那么英国这边的立场也是不反对的 所以关于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趋向以后 会是怎么样 我们看到了中俄这一次 做了这么大规模能战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个军演 联合军演 那么我们也看到 北约的这个欧洲盟国 觉得越来越不安 因为美国它不是一个安定的因素 目前看来对北约 所以欧盟未来到底会不会建军 那么会走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想这个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观察 那么接下来我想再谈一个话题 也是目前这里 其实我想接下来一两个月 会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话题 那个就是我们看到了 这个英国脱欧这段时间以来 那么尤其在过去这一个礼拜 我们看到就是说 到底是要软脱欧硬脱欧 到底会不会跟欧盟达成一个协议 甚至于还爆料出来了 就是说一群主张要硬脱欧的人 那么他们决定要把这个 英国现任的首相梅伊干掉 他剔除唐宁介10号的首相 像这样种种的事情都浮出台面了 所以我们看到英国跟欧盟的脱欧谈判 其实它的截止日 我可能在这个节目再三的提 但是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它是明年的3月底 基本上是明年3月29号的凌晨 也就是跨入这个3月29号的晚上 11点以后到12点这个时候 它就是一个截止日了 那么如果在那个时候 欧盟跟英国之间 没有办法达成任何协议的话呢 接下来会怎么样 有很多事情 我们不知道人口的流动 劳动力该怎么处理 北爱南北爱的边境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知道北爱是属于英国的 可是南爱其实也就是爱尔兰共和国 它是欧盟的成员 所以你以后要怎么处理这个边界的问题 目前是其实过去就过去了 没有人会看护照 那么以后如果英国脱离了欧洲 或者欧盟脱离了欧盟 那么你这个边境要怎么处理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今天要谈的一个东西是还蛮民生的 那就是说最近呢 我们看到了就是说 在英国这里 大家谈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发生了印脱欧 也就是没有任何的协议 那么外国的这个金子进入英国呢 将会受到限制 那么这对寻求人工受应的英国女性 或者是想要有家庭 想要有家庭的女性来说 或者是一个家庭男女来说 它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为什么会这样子 大家乍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 这好像有一点点突兀 好像还有一点点好笑 好像还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在多谈呢 可是实际上 确实它确实是一个必须要证实的问题 因为在英国 在这里 它的生育治疗 我想这也是现代社会 跟城市里面 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 越来越多的 现代社会 里面越来越多人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就说英国这里呢 它非常的仰赖 外国的国外的金子银行 来做捐赠 它有多仰赖呢 让我举一个实例来说 就说在2014年的时候 英国的这个政府呢 它曾经过了一批很大的款项 在英国的博明海 成立了第一个英国的这个全国性的金子银行库 金子银行库 可是呢 经过了两年 这个全国性的政府投资的金子银行库呢 只正式的收到了或说服了七名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名的捐赠人士 所以最后呢 被迫关闭 所以到现在呢 这个英国的所谓第一所的全国性的金子银行库 已经关门大吉了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 英国就必须要仰赖欧盟的国家 来进口金子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 最多最多的 捐赠最多的国家 其实是北欧的丹麦 那么在去年根据这边的正式记录呢 大概有三千比 这样子的一个捐赠 那么其次呢 就是荷兰 还有一些欧盟的其他国家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现在大家担心的是 如果英国真的脱欧了 或者是 硬脱欧 就是说跟这个欧盟 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话 那么接下来到底 这个关于金子银行之外呢 还有就是器官呢 各方面 那么这些都是有很严格的规定 跟法律的程序 如果这些协议都没有办法达成的话 那么接下来 这里将会严重的 就是说缺金子 还有缺器官这些的 那么我想这样呢 引起了一个 其实蛮大的社会焦虑 在英国 在伦敦一个最著名的 就是说顶尖的 这个私人诊所 一条街 在牛津街的后面 叫做哈利街上 那么他们有很多 全球顶尖的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私人的诊所 那么包括了 这个治疗不预证的 这样子的一个诊所 他们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纷纷提出 对这件事情的担忧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事情不单只是一个家庭 它是一个社会的隐忧 而它引起的焦虑 可能是超乎 目前一般人的想象 所以我想 这个话题听起来 就像我刚刚说的 可能是很突兀的 可是在现代社会里面 很多想要子女 或想要家庭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如愿 所以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一个埋藏在下面 另一层的 有关民生的问题 我想这个也是 今天我想把这个话题提出来 跟大家分享的 当然在今天的新闻里面 我们还看到了 这个加拿大籍的 伦敦的央行的行长 麦克克尼 他也提到了一件事情 卡尼 他说如果是硬脱欧 或者是无协议脱欧的话呢 他提出的一个警告 其实是更令大家感到害怕的 或者惊慌的 那个就是说 英国的经济可能会陷入混乱 那么这个包括了 英国的房地产 可能会出现一个 如果不是崩盘的话 那么英国的现在的房地产 可能会减少市价 就是说可能会降低到 三分之一 百分之三十五 那就是差不多 要点值 百分之三十五 三分之一 所以这让大家很紧张 也迫使英国今天 各界想出来消毒 就说这个央行行长 他只是跟内阁 阁员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报告 那接下来的变化 其实还要再观察 然后最乐观的可能是 在未来的六周到八周 也就是差不多在十月底 十一月初的时候 我们可能可以看到 就是说英国和欧盟 会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 将会为明年三月底的英国 脱欧做好比较好的铺路 但是无论如何 我想现在在伦敦这里 确实是可以感觉到一个焦虑感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接下来 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 当然我也很希望各位观众跟听众 如果你们有什么更好的提议 也请告诉我 那么我们一起来关切这个问题 今天最后我想 赵丽还是跟大家在这个节目里面 分享一则文化性讯息 那就是伦敦的时装周 它是世界的主要时装周之一 跟巴黎还有纽约时装周 都是世界的三大时装周 那么在本周登场 而我要特别提出来的是 华人世界的年轻设计师 近年来在这个世界的主要时装周 包括伦敦的时装周在里面 是一再的不断的在崛起 今年有两岸 就是台海两岸 有四名的这个华人设计师 应主办单位的邀请 跟世界知名的品牌 包括大家很熟悉的 英国的Burberry 正式参与这个伦敦时装周的 这个官方的走秀活动 那么这个三名的中国大陆 还有这个来自台湾的设计师 黄伟 他是第一次 也是首位进入伦敦时装周 官方走秀的 行程的台湾人 那么他的这个2019年的春夏系列作品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 也是第一位华人 设计师在伦敦的时装周走秀 我在现场 那么看到吸引了大批的媒体 还有就是时装的采购者 这也是主要的 时装周的主要的主力之一 很多人在这时候发掘新秀 那么做采购 那么现场气氛是非常的热络 他的作品也让大家觉得蛮惊艳的 所以 黄伟的作品除了跟台湾的品牌 还有台湾彰化的传统手工艺合作之外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 他也跟上海新一代的这个 金工设计师联手 所以在创作的世界中 我们看到的感受 是一个有台湾定位 但华人世界的合作 比起政治是要漂亮多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图片里面看到 他的作品是还蛮让人惊艳的 我想今天我们的这个 轮分看天下呢 就到这里搞一个段落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